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致环境紧张 既协面临解散压力 鱼鹰时身前访问稿曝光 香港已到生死存亡关头 4月25日 香港屯门河出现虚惊搞笑一幕 有市民看到一条大鱼在河中游当 以为是鲨鱼 大惊报警 之后确认此鱼并非鲨鱼 而是罕见的深海蕃蛇鱼 蕃蛇鱼因名字独特 被网友气称为故载吉祥物 巧合的是 这日香港恒心指数暴跌769点 引起亡络热议 而李家超在竞选广告中打出在同一辆车上向同一轨道出发的口号 有网民表示 翻车鱼出现是否阴慈李家超的特首选举 无故 无故 综合广报导 4月25日 这日 屯门龙门居对开的一段屯门河 出现一条新长约1.2米的神秘大鱼 杯旗不时露出水面 有市民起初以为是鲨鱼报警求助 警员到场市 怀疑大鱼是海豚 但其后有船家及潜水爱好者认出 该鱼其实是番车鱼 由于番车鱼主要是深海密石 极少出没于香港水域 相信是因为迷路而誤闯淡水河都 至上午约11点 这条大鱼游向大海 实去蹤影 番车鱼 英文名叫mola mola 根股市带跌市股民直喊mola mola的爱好声毫相似 因此被香港网民气称为股灾吉祥物 香港每当股市下跌 在讨论区就会经常看到番车鱼的图片 巧合的是4月25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 失手2万点关口 对此 网民纷纷表示 番车鱼一出现 港股即时番车 今次真是mola m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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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网民担心 来自深海的番车鱼突然在浅水河现身 会不会是地震鲜少 还有不少网民联想到特首选举即将于5月举行 警察出身的前政务司司长尼家超是唯一候选人 原本铁定当选 合好 尼家超在竞选广告中打出 在同一辆车上向同一轨道出发的喉号 有人笑问 翻车鱼的出现 是不是都要预示有人要翻车了? 香港文医研究所副行政总裁自征评论人 钟建华宣布离开香港赴英国生活 他在念书法文指 当前香港已用不下真话 只允许方言和假话 4月24日 钟建华在念书法表题为 不愿作逃兵 无奈遂避秦的梁千字长文 直言本无移民之念 不申即至于担当都是香港 但现在只能盼望天地会宽阔一些 空气会新鲜一些 少一些明目张胆的方言 少一些寡念仙慈的虚异 不需要忍受一日来自官方的撕裂和挑拔 不需要思虑时时可以随意转移的那些红仙 会有日针对自己 都不想让关心自己的亲友处于淡有之中 钟建华逐指 在香港做相关评论几十年 亲眼见证了殖民地时代 香港逐步走向公平开放 旧市政治制度虽然不是绝对民主 但一直有进步 对人权及自由的保障都不断提升 以制行权势、调和纷争、 确保法治下的公义 可惜这一切竟然会在主权移交25年后的今天 变成明日黄花 共产党在97年主权移交时承诺港人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钟建华说 英国政府当年并未承诺过香港人任何东西 但殖民地政府尚且还能展示现代文明的某种风范 今天这个主权政府作成乐事带慈艳艳 但后期发生的事件证明了什么叫野蛮与无耻 钟建华又指自己一向抱持原则 只讲真话 从不依附及讨好权势 从不讲违心说话 作为读书人希望为大宗进度而责任 不过当前的香港已经用不下真心说话 只运去方言与假话 对于我等仍然有些头根气的 香港可能已经不可以免于为客 以正常生活的地方 它形容旅行是为了找到回家的路 虽然离开香港这个根 但仍然会以为了找到回家的路 作为辞行的目标 北京当局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 无止境的封城措施 导致经济下行已成定局 加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更为鹰派 而中美国债利差受责 将一步引发外资大出套 引爆股市重挫 人民币急贬 在短短一周时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利安和灾安市场 双双下跌 中国央行快速出受干预 港台时间4月25日晚间 中国央行宣布 至5月15日起 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百分点 即是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有燕痕的百分之九 下调至百分之八 外汇存款准备金是指 金融机构按照规定 将其吸收外汇存款的一定比例 交存中国央行的存款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是指金融机构交存央行的外汇存款准备金 与其吸收外汇存款的比率 截至3月末 中国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 1.05万亿美元 市场普遍认为 中国央行此举在于释放 我压制人民币过快贬值的讯号 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至今是抑制人民币贬值手段 从4月18日起 利安人民币对美元匯率 短短5个交易日 贬值超过3% 人民币对美元 不过人民币或将进一步贬值 据官媒《中国证券部》报导 研究机构分析 在国内疫情多地散发 供应链出现扰动的背景下 人民币将进一步释放贬值 经常账户盈余 是支撑前期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关键因素 如果在内外疫情防空策略差异下 出口份额会落 人民币汇率可能走扁 此外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 美元指数就强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攀升 使得人民币汇率短期承握 4月25日大公报發表题為 知行解散是基协唯一出路的文章 将基协形容为一个长期受外国 政治势力操控的政治组织 早日知行解散是唯一出路 早前很多民主派团体 遇交协、智联会、问贞等一一解散 国安法的巨大压力下 基协还可以撑多久? 23日,基协以视像方式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讨论机构前景及去向 被蚊级在目前紧张社会环境下 主席有没有信心让基协继续运作下去? 基协主席陈狼声坦言 不可忽视过去半年发生的事情 需做危险和风险评估 并不时检讨 但社会转变巨大 有关评估和思考每刻都在哪? 为期望基协在可见将来会继续运作? 陈狼声又指,执委会已听到不同意见 将继续收集会员书面意见 包括对修改解散基协门栏的意见 将考虑是否在6月全年会员大会上信问会员 有资深基协会员担心基协面临的风险 因为继续温作存在无法预测的危机 一旦出事,基协会员和组织本身都成为输家 且不知欠年有多广泛 亦非每一个执委能性收伤应代价 另有会员认为要顾及执委安危 与其等待当局采取行动,不如早一步解散 做好善中工作 该名会员表示,探级解散基协甚至沉重 但应把握时间表态,讨论应付解散 或授权与执委作解散决定 即使不解散,至少在下届执委上任前要作过断决定 他还透露,有执委不希望数十年的基业断松在自己手中 但不能忽略他们承受的厄力 即使有会员愿意支持执委 自己都不希望再看到有人被捕 而且执委的家人都要承受这份压力 知名史学家余英氏去年与世长次 距离世前即2020年9月接受香港传媒访问 但最终无法曝光的原稿 周日首次在台湾自由时报刊登 余英氏当时直指北京向香港强加国安法属于破天荒的大事 形容香港当时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 自有时报报导称 2020年7月香港传媒周港区国安法联络余英氏事 余英氏同年9月原稿 可惜稿件最终被压下来一直无发表 直到他的遗伤陈淑平找到余英氏的手稿 内容先得以曝光 而访问他的记者身份和传媒名称疾残去 首稿中余英氏批评中方 行言背弃50年不变的承诺 不过23年 中国便片面将一国两制改为一国一制 而且完全无通过任何方式 让香港居民表达他们的意向 余英氏指出 作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之一 香港已到身死存亡关头 港人似乎已直觉感受到这一点 否则我们便无法了解 为何他们为了凡修例运动 竟一二灾、灾二三地倾城出动 游行抗议 余英氏称港区国安法的影响所及 缺不限于学术或思想自由 而是中共决定将香港纳入它的极权体制之中 从此开始 中共将一步一步地将香港转化为一个内地城市 余英氏对于当时大学校长表态支持港区国安法 表示失望和遗憾 但直言一点都不惊讶 她表示 香港如今已一起听命于北京 毫无独立自主权力 文稿中余英始终谈及其他一些问题 她在写给记者的后记中直言 她因是香港是我的一个故乡 才威此全心全力 完成此问 期望记者回复 可惜这篇稿件直到她离世 都未有机会公报于世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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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